20岁那年,父亲为了还赌债,竟然把我卖给了一个包公头的傻儿子做媳妇。 洞房花竹叶我才知道,原来想娶我的人,竟然是这个肥头大耳的包公头。 当晚,他骗走了他的傻儿子,溜进了婚房。 一把撕开了我的婚纱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,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。 我叫小雪,今年准备大学毕业。 我们哪有个包公头,我们都叫他王老板。 他有个儿子叫小智,小智比我大两三岁。 小智因为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,所以智商只相当于四五岁的小孩子。 我之前每个月去工地上面找老爸要生活费,所以碰到王小智过几次。 每次小智见到我的时候,他就一个劲地在那里黑黑地对我笑。 但是除了小智的笑,我也看见了王老板对我笑。 他的眼神总是盯着我的大长腿和那挺拔的胸。 记得有一次,我去工地上面找老爸要生活费的时候,再一次看见了小智。 小智看见了我之后,黑黑地笑了起来。 这个时候,刚好王老板也在那里,他笑着问小智。 小智啊,这个女孩喜欢吗?喜欢的话,老爸让他给你做媳妇怎么样? 小智听了之后,略显羞涩黑黑地笑着说,嗯,喜欢。 我当时听了这话之后,整张脸蛋顿时红到了脖子跟后面去了。 而我也就天真的以为,这只不过是王老板为了红小智开心,随便开的一个玩笑罢了。 但是那年我读大二,开学没多久,我憧憬着马上可以上我喜欢的专业课的时候,父亲的一番话打破了我一生的梦想。 父亲对我说,小雪啊,书不用读了,过两天你就过去给王老板的儿子做媳妇吧。 我一听,当即就傻了,双眼充满了泪水,说着,爸,我还要上大学呢?再说我怎么能嫁给那个傻子做媳妇呢? 奶奶在一旁听了也是极力反对父亲的决定。 可是父亲在这个家里是一家之主,被父亲吼了两句之后,奶奶也便不敢再滋生了,因为我知道,她也害怕父亲的打骂。 父亲一听见我们开始不同意她的话,顿时气地在那里破口大骂道,小雪啊,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? 这个家就靠我一个人在工地上干活支撑着,你奶奶身体不好,常年要吃药。 我都养你这么大了,你也应该懂事了吧。 你知道吗?你答应了之后,王老板会给咱们家二十万块钱。 二十万呢?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啊? 而且他还答应将我欠下的几万块的债给还了。 父亲说完了这句话之后,就丢了一句话。 不管你同不同意,我已经答应人家王老板了。 人家王老板也说了,后天就是个黄道吉日,到时候就会过来提亲。 你这两天就在家老实待着吧。 你要是敢跑的话,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。 父亲说完了这句话,然后看了看奶奶说着。 给我看好小雪,她要是跑了,我拿你是问。 父亲说完这句狠话,然后就凶狠地离开了。 此时的我已经跟奶奶痛苦地抱在一起,哭成了一团了。 此时,我的心里无比地思念我的母亲。 如果不是母亲从小病逝,有母亲在的话,父亲一定不会这么对我的,一定不会。 我知道,我逃是不可能逃掉了。 如果我逃掉的话,奶奶肯定会被父亲给活活饿死的,所以我为了奶奶,我是不可能逃跑的。 而且奶奶常年瘫痪在床,就算我想带着她一起逃跑,我一个姑娘家,怎么做得到? 在这两天里面,我一口饭也没有吃,终日里以泪洗面,而奶奶不停地跟我说对不起道歉安慰之类的。 我知道,这些不能怪奶奶,要怪也只能怪罪自己的父亲,要怪也只能怪罪自己的命不好。 哭了两天,眼睛也哭干了,最后也还是奶奶不停地安慰我说着。 小雪啊,你呀就认命吧,我这个奶奶的确实是对不起你了,也无能为力。 你呀明天嫁过去了之后,说不定会是个福呢? 因为我听说呀,那个黄小志虽然脑子不好使,但是人还是挺善良的,说不定你呀以后就要过上幸福的日子了。 虽然奶奶说的可能是有一些道理,但是我的内心还是很不甘。 因为我的梦想是上完理想的大学,将来找一份好工作,争取早日出人头地。 我可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穷山沟里面。 但是如今,我的这个梦想,硬生生地被我的父亲唐智国给撕碎了,我心里真的很狠他。 也许是对此已经绝望了吧,或许是眼泪真的哭干了。 到了王老板他们家来迎亲的哪天,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流,倒是奶奶哭得死去活来的。 不管怎么说,我可是和奶奶相依为命多年了。 迎亲的队伍搞得很庞大,还算是给足了我们家相当大的面子。 据说父亲唐智国当天非常的开心,一副笑脸一直就合不拢嘴地在那里笑着。 碍于王老板的面子,很多平时并不待见我们家的那些乡亲们,竟然也前来祝贺。 一大早,王老板竟然还安排过来了专门的化妆师过来,当然还有一整套结婚用的服装鞋子红盖头什么的。 我承认我什么都不懂,这些都是王老板家安排的,包括我们这边酒席什么的。 最后我穿着了一身红色的旗袍,戴上红盖头然后就被迎亲的队伍给接走了。 到了王老板家里面之后,他们家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。 反正我什么也不懂,我只是像个木头一样地配合着。 倒是那个黄小智真的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,在那里傻头傻脑地笑着,竟然还时不时地偷看我。 只是让我更加想不到的是,当午宴结束,我进入了洞房之后,最后来掀我盖头的竟然是王老板,而不是小智。 我当即就吓傻了,很害怕地问道,王老板,你这是干嘛? 此时只见王老板一脸色咪咪的样子,看着我笑着说,小雪啊,你不知道我的儿子小智是个傻子吗? 他无法跟你圆房,就让我替他吧,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,你呀,真的太漂亮了。 王老板此时一边黑黑地笑着,一边竟然伸手来抚摸我的下巴。 我当即就吓坏了,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往那张大床的旁边挪了挪,可是我此时又怎么能够逃脱地出王老板的手心呢? 王老板此时似乎也喝了不少酒,一身的酒气。 见我要躲开,他更加兴奋了起来。 他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一只胳膊,一只手开始用力撕扯我的婚纱,然后整个人朝着我的身上扑了过来。 我当时被吓坏了,我绝对不能让王老板就这么把我给毁了。 于是乎,我立即在那里大喊了起来,小智,小智。 不过此时兴奋之中的王老板坏坏地笑着说,小雪啊,你别叫了,这里就算是你叫破了喉咙,也没有人会来救你的哈。 我当时真的吓坏了,我一边叫着一边反抗着,可是王老板的力气真大,按着我根本动弹不得。 此时我的眼泪再次大磕大磕地流了下来,就在我正要绝望的时候,小智突然冲了进来,在那里问道, 媳妇,你叫我啊。 我一看小智进来了,立即在那里说着,小智啊,现在你爸爸欺负我,快点救我,救我啊。 因为我知道,尽管小智有些傻,但是小智看得出来还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。 而且他个子也蛮高,身体也很结实,完全能够把王老板这种体态隆重的人甩开几条街。 不过王老板还是蛮有微信的在那里吼了一句,小智,这里没有你的事,快出去。 小智被王老板这么一吼,整个人顿时吓得说了一句,哦,他说完了之后,就准备离开了。 看见小智正准备离开的时候,此时我傻眼了,好不容易等来一个救星,看样子这次我是真的要被王老板这个禽兽给糟蹋了。 但是此时我还是不死心,继续大叫着。 小智,快救我啊,快救我,我可是你媳妇啊。 听见我的呼叫声之后,这次小智竟然真的似乎听懂了我说的话。 他停下了脚步,而我的双眼此时满是泪水地看着小智。 突然的,只看见小智拿起了旁边的一个凳子,直接端了过来。 而此时处于兴奋状态之中的王老板浑然不知,突然,王小智竟然直接一凳子朝着他。 他老爸的后背砸了下去。 王老板顿时痛得惨叫一声,整个人就爬到了地面上去了。 而这个时候,小智狠狠地骂了一句说着,老爸,谁叫你要欺负我媳妇? 谁欺负我媳妇,我跟他没完。 之后,小智就冲了过来,然后拉着我的手说着, 媳妇,我们走,不然又有人了。 我听了之后,整个人顿时回过神来了,之后我就跟着小智一直冲出了房间。 因为小智的家是一栋别墅,小智偷偷地带着我来到了旁边的围墙, 然后他拿来了一个梯子带着我竟然翻墙逃了出去。 从那栋别墅的院墙逃了出来之后,小智黑黑地笑着我说着, 媳妇,我们现在安全了,他们应该追不上来了,我们接着逃吧。 说实话,当时我听见这句话,我真的傻眼了,我逃,我该往哪里逃? 我如果回家,肯定要被父亲唐治国给活活打死的,而且他还会继续将我送到这里来,可是不逃,我该去哪里? 小智似乎看出了我心思,问道,媳妇,你怎么还不走啊? 一会我爸的人就会追出来的。 此时我都快哭了,问,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了,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 说完,我竟然在那里哭了起来。 小智虽然有些傻里傻气的,但是有时候说话感觉特聪明,只见他说了一句。 怎么会没有地方跑呢? 我在电视里面看过,说中国好大好大啊,你呀,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啊,那样就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你了啊。 小智这么一说,此时我整个人顿时冷静了不少,他的这句话着实是提醒了我,天下这么大,难道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吗? 于是乎我想了一下说着,小智,行,我知道了,那我们去火车站吧,你陪我一起去火车站,好吗? 小智听了之后摇了摇头说着,不,媳妇,我不能陪你一起去火车站,我要回家陪我老爸,其他的地方我哪里都不想去,还是你一个人去吧。 小智说着的时候,还对黑黑的笑了笑,他笑了一会之后,似乎想起了什么,然后掏了掏的口袋。 一会之后,他掏出了一些钱,然后对我说着,我这里有钱,可是买票也可以买好多好吃的,你拿着就赶紧走吧。 说实话,看到眼前这个善良的小智,我的心里面真是难受得很。 要是小智是一个正常的成人,那该多好,那样的话。 也许我就是真的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,从此嫁入了豪门了。 可是老天为什么要对一个心肠这么好的人,这般对待? 小智见我眼睛里面有泪水,他走了过来给我擦了一下眼泪,说着。 好了,别哭了,老师说爱哭的孩子不是个好孩子,好了,你快走吧,我要回去了。 小智说完了之后,直接将那一千多块钱塞到了我的手里,我接过了之后,小智就立即对我说着。 媳妇,你快跑,快跑,不然他们追来了。 我听了之后,说实话是真的害怕了,因此我立即撒开腿,然后往大路上面跑了过去。 之后我直接坐了车到了火车站,然后买了一张前往东莞的火车票。 因为我有一个好伙伴叫李莎莎,他家从小很穷,很早就听说他去广城打工了。 我想我还是这次去广城找他,或许哪里能够有我的容身之地。 到了那里之后,我本来是准备直接进去的,可是看门的保安直接拦住了我。 因为我只记住了李莎莎工厂的名字,他告诉我的号码我写在了一个本子上面。 后来我告诉保安我找李莎莎,他说给我通报一声。 大约等待了十来分钟之后,突然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,而且还是老家的方言在那里叫着我说。 小雪,在这异地他乡突然听见老家的方言确实是让人倍感亲切。 我回头看了一眼,一下子就认出了李莎莎。 此时我的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,眼睛一下子湿润了。 李莎莎跑了过来之后,十分惊喜地看着我,同时也一脸担心。 小雪,你怎么突然来管城了呀? 听见李莎莎的话之后,此时我的心里真是一阵五味杂陈的感觉。 因为我感觉现在这个世界上面,我似乎只有李莎莎这么个熟悉的朋友,我现在把她当成了我唯一的亲人。 随后,我便将我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全部都告诉了李莎莎。 李莎莎听到我的遭遇之后,当即眼眶通红,直接将我拦在了她的怀抱之中。 她表示,以后就让我跟着她,让我和她一起在东莞闯出自己的一片天。 这之后的一周,我只敢待在李莎莎的工厂里面,跟着她一起上班。 不过我白天上班,晚上还是偷偷复习功课,我特意打电话给我的班主任请假,说是我家里奶奶生病了。 现在急需人照顾,所以我暂时休学了。 这一周多,我不敢联系老家任何人,因为我担心父亲唐志国或者王老板他们找到了我。 这段时间,我提心吊胆,心里其实最放心不下的也是我的奶奶。 毕竟,从小就是我和她相依为命的。 一周后的上午,我突然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,起初我以为是不是谁打错了。 但是,当我接过电话,没有想到电话居然是五叔拨打过来的。 这个五叔是和我们一个村子里的,跟父亲一样,都是在王老板的工地里面跟着王老板一起干活的农民工。 喂,是小雪吗?我是五叔啊,你奶奶生病住院了。 怕是十日不多了。 突然接到这个电话,尤其是当五叔说我的奶奶突然生病住院了,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出来。 五叔,我奶奶怎么会突然住院呢?那我爸爸呢?他去哪里了? 稍稍控制了一下情绪之后,我还是忍不住询问了一下情况。 因为听说你逃跑了,你老爸害怕被王老板要钱,早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 你还是早点回来吧,要不然我担心你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你奶奶了。 五叔说着这番话的时候,情绪也很悲伤,而且说的情况也很焦急,我难受的当即就答应了回去老家看看奶奶。 随后我就赶紧去找了正在上班的李莎莎,把我家里面这个情况立即跟她说了一遍,告诉她我现在必须买票先回家一趟。 李莎莎听后显然比我还着急,不停地安慰我,然后还特意找了票贩子帮我买了一张最快的高铁票。 下午两点的时候,李莎莎就把我送到了火车站。 我想给她车票钱,她都直接拒绝了我。 叮嘱我下车后不管什么情况,第一时间给她汇报一声。 三个多小时的高铁到站后,我第一时间就见到了五叔。 此时五叔就站在出站口的一个角落里面,眼神很是期待地看着我,但是当我看见她的时候,她的眼神明显有些闪躲了起来。 五叔,我奶奶到底怎么样了?她是什么原因突然住院的?医生说了吗? 我擦了一下眼角的泪光,忍不住直接询问了起来。 头,头疼,不,就是头晕,然后反正现在身体很差了。 走吧,因为我担心那个王老板找了过来,所以把你奶奶送到了一个私人医院,那里有熟人可以帮忙照顾一下。 五叔也没有正眼看我,迅速地抽了一口烟之后直接将烟头掐灭,然后带着我往出站口外面走了出去。 此时,那里有一辆面包车在等着我。 师父,走吧。 五叔将我的背包帮忙拿到面包车上面之后,直接就让面包车的司机立即将车子开走了。 一路上五叔很沉默,我因为很担心奶奶,不停地询问五叔我奶奶的情况。 但是五叔却是答一句没一句的,好像有什么沉重的心事一样。 面包车行驶了半个小时之后,经过了繁华的街道,随后又进入了一条偏僻的道路。 就在这个时候,五叔的手机猛地响了起来。 五叔接了一个电话之后突然让司机把面包车给停了下来,然后一脸歉意地对我说他有事要先回去。 五叔说完了这句话之后便直接走下了面包车。 此时,我看了看周围有些偏僻的环境,突然意识到了情况有些不对劲。 五叔,我的奶奶现在到底在哪家医院呀? 这,这附近有医院吗? 这个时候,我潜意识里面已经意识到了,我可能被骗了。 小雪,你跟着这位司机大哥去就可以了,你奶奶就在那里。 听到我的质问声,五叔有些匆忙地下了车。 此时,他根本不敢直视我的眼睛,整个人看起来十分心虚。 见状,我都有些想逃了,因为此时面包车还停留在原地,后面的车门也还没有关上。 不过,就在我的一只脚踏在车门边。 准备逃出去的时候,这个司机大哥突然扭头过来,将播放着一段视频的手机递到了我的面前。 此时,只看见奶奶被两个穿着花衬衣的男子,用一副轮椅推着在江边的街道上面走着。 江边的风很大,但是奶奶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。 很快,镜头里面居然就出现了包公头王老板的身影。 他对着镜头坏笑着说,小雪,你现在在哪里啊? 我真的好想你啊,你看到你奶奶了吧? 我真的很难想象,你奶奶要是从这个岸边摔下去的话,会不会有什么危险? 听到王老板满是威胁的话,我整个人一下子傻眼了。 因为我心里明白,只要我现在敢逃走,王老板肯定不择手段害死我的奶奶的。 因为老爸已经逃跑了,王老板现在肯定就会对我的奶奶下手。 一瞬间,我的眼泪都被吓了出来。 见状,我只得将我准备踏出面包车的一只脚给收了回来,然后还特意把面包车的门给关上了。 带我去见王老板。 我红着眼睛冷冰冰地说道,此时,伤感的泪水已经沿着我的脸颊滑落了下来。 这个司机见我同意去见王老板,当即笑了起来,随即一脚油门下去,车子便快速地朝着偏僻的郊区开了过去。 很快,车子便来到了一处烂尾楼前面停了下来,四处一片漆黑,看起来十分阴森恐怖。 尤其是这个烂尾楼周边,看上去根本就是荒无人烟,真的很恐怖。 你从那里上去吧,王老板就在二楼。 司机将车子停好了之后,把我叫下车之后,然后用手指了指烂尾楼的楼梯,让我沿着那个楼梯朝着二楼走上去。 来,给你电筒。 这个司机大哥见我有些害怕,然后从车上拿了一个手电筒递到了我的面前,示意我打开手电筒从那里上去。 不过这个时候,二楼已经有照明灯突然亮了起来。 谢谢王老板,谢谢王老板,我走了。 这个时候,司机大哥点了点手机上面的转账,很开心地拿起手机对着烂尾楼的二楼晃了晃,表示感谢。 很快,司机大哥便直接坐进了他的面包车,随即便直接将面包车给开了出去,远离了这里。 看见面包车很快就消失在了烂尾楼附近,看着阴森恐怖的烂尾楼。 我心里一阵害怕,小雪,你终于来了,上来吧。 就在我有些害怕担心的时候,突然,烂尾楼的二楼出现了一阵声音,这个声音是正是王老板的声音。 在这么荒凉的烂尾楼,突然听到了王老板那邪恶的声音,我浑身感觉都起了鸡皮疙瘩。 不过,我既然都决定来了,首先肯定是想让王老板把我的奶奶给放了。 因此,我红着双眼,迈着沉重的步子就朝着那个台阶走了上去。 当我到达烂尾楼二楼的时候,我发现王老板居然把这一个大平层整成了别墅一般。 上面居然还摆放着沙发、茶几,旁边居然还摆放着一些造具,看起来都十分的高档。 王老板,求求你,求求你放了我奶奶吧。 看到王老板的时候,我直接哭了出来。 因为我一想到我的奶奶,我就忍不住的心理难受,担心王老板把我奶奶给害死了。 放心吧,只要你把我给你老爸借的那二十万还了,我自然就会放了你奶奶。 我没钱,没钱,没钱好办啊,只要你乖乖答应赔我几个月,这笔钱就算一笔勾销,怎么样? 这笔买卖是不是很划算? 见我没有钱还,王老板当即开心地笑了起来。 他端起一杯红酒,从沙发上面站起,朝着我这边走了过来。 看着王老板一边喝着红酒,一边紧紧地盯着我的大长腿,我浑身忍不住颤抖了起来。 好,那你现在必须先放了我奶奶。 好啊,你先喝杯水消消气,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,让他们把你奶奶送回去。 王老板笑着将一杯饮料递到了我的面前,然后笑着拿起了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 王老板打了这个电话之后,然后笑着对我说道, 好了,你的奶奶已经回到家里面了,不相信的话,你可以给你奶奶打个电话。 听到王老板这么说,我当即拨通了奶奶的电话,没有想到,电话那头真的传来了奶奶的声音。 小雪,是你吗?你现在,现在到底在哪里啊? 听到奶奶的声音,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眼泪当即哗啦啦地流了下来。 随后我安慰了奶奶一句,奶奶,我很好,你一定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。 随后我便挂了这通电话,而这个时候,王老板居然开始截起了他的皮带。 王老板,那边是什么?怎么好像还有个人? 这个时候,我突然看到王老板的身后好像站了一个人,窃窃地说是一个女生,而且看起来有些眼熟。 什么人?小雅,怎么是你?你不是已经,已经死了吗? 当王老板看见这个女生的时候,吓得整个人一脸惊恐了起来。 听到王老板这么一喊,此时我也吓到了。 因为眼前的这个女生的确就是唐小雅, 她是武叔的女儿,只是她不是已经失踪了好几年了吗? 怎么这会突然出现在了这里? 不对,天了。 此刻,小雅好像没有了双腿,整个人直接飘在了空中,而且双眼眼角都是鲜血,看起来无比恐怖。 王大勇,还我的命来,还我的命来。 听见武叔的女儿唐小雅这么呼喊王老板王大勇,一时间,我也吓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 天了,这到底是什么情况? 小雅,我,我不是要杀你的,不是故意的,王大勇此时显然吓坏了,整个人准备逃跑,直接摔倒在了地上,一脸的惊恐。 不是你杀的? 那我的尸体在哪里? 在,你的尸体在这栋楼的地下室。 地下室的墙角,被水泥封住了。 你没有骗我吧?要不然,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我说的是真的,真的没有骗你。没有骗你啊,王老板王大勇,瘫软在地上,一脸惊恐地说道。 很好,那你欺负了我,你准备接受什么惩罚?是自己下地狱还是进监狱?就在这个时候,眼前的这个唐小雅突然将她脸上的面具,窃窃地说是一张人皮面具,给直接撕了下来。 当我看到这张熟悉的脸庞,我顿时惊呆。没有想到,眼前的这个人居然李莎莎。李莎莎,原来是你,你看我现在不弄死你,我欺负了你,又能怎么样?现在我就把你们两个都活埋在这里,反正也是神不知鬼不觉。 原本吓坏的王老板王大勇,看到眼前的这个人并不是所谓的唐小雅,而且大活人李莎莎,当即清醒了过来,而且扬言要将李莎莎和我一起活埋在了这里。 举起双手,别动。王大勇,你已经被捕了。就在王大勇气汹汹地从地上爬起来,抄起地上的绳子准备冲到李莎莎的面前。突然,四周亮起了几盏照明灯,同时几把手枪直接对准了王大勇。 因为这里,已经被警察给包围了。看到警察的瞬间,我不光看到了满脸泪水的武叔,还看到了热泪盈眶的父亲唐志国。 同时,刚刚那个送我来这里的面包车司机也在这里。在他们的身后,奶奶坐着一辆轮椅也跟着出现在了这里。看到这一幕一幕,我整个人完全是猛的。 不过回想到刚才那个司机临走时给了我一个手电筒,让我不要害怕,还反复叮嘱我说王老板不会伤害的话,原来这一切,他们早有预谋。 很快,王老板王大勇就被戴上了手铐,直接被警察给拷走了。 更加震惊的时,警方的确是在地下室的一处墙角里面发现了尸体,窃窃地说应该就是武叔的女儿唐小雅的尸体。 只不过那具尸体,被封存在了水泥墙壁里面,已经不成人形了。 我吓得一把扑进了奶奶的怀抱里面,此时,李莎莎也跟着一起扑在了奶奶的怀抱之中,也不停地呼喊着奶奶,奶奶。 一开始我还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,直到奶奶一把搂住了我,一把搂住了李莎莎,温柔地抚摸着李莎莎的脸蛋和头发的时候,我才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。 后来我才知道,原来李莎莎跟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姐,我的目前嫁给父亲唐治国的时候,就有个一个女儿李莎莎。 只是父亲唐治国和母亲为了我,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李莎莎是我的姐姐,而且还是把李莎莎寄宿在她亲戚家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小,我感觉李莎莎一直对我这么好,对我这么关心。 原来李莎莎是我的姐姐,是我同母异父的亲姐姐。 很快,犯罪嫌疑人王老板王大勇的案子便开始水落石出了。 原来,不光在几年前,王大勇猥亵了李莎莎,而且还侵犯了武叔的女儿唐小雅。 在唐小雅拼命反抗时,被王大勇意外推下了烂尾楼给摔死了。 为了毁尸灭迹,王大勇居然将唐小雅的尸体封在了烂尾楼的墙壁里,用水泥给封死了。 除了他们,还有这个司机的女儿也被王老板给猥亵了。 最近,王老板这才盯上了我。 一开始,他们都不知道这些都是王老板王大勇干的,毕竟没有什么实质证据。 直到,这个司机的女儿上次被王大勇猥亵之后,喝醉的王大勇这才说漏了嘴,还说只要有钱,那些小姑娘会主动送上来。 因为王大勇是这里最大的包工头,那些在工地上面干活的农民工的女儿,好多在上大学。 因此,当王大勇盯上了这些女孩子之后,便以各种理由骗她们过来,软硬兼施对她们进行猥亵,侵犯。 幸好我的姐姐李莎莎只是被猥亵了,没有被侵犯。 后来李莎莎为了躲避王大勇就辍学出去打工去了。 只不过,这些年,武叔的女儿唐小雅,以及刚刚这个司机师傅的女儿,都惨遭王大勇的毒手,唐小雅还因此被藏尸。 王大勇被抓进去之后,王小智的亲生母亲也特意过来指证王大勇。 原来王小智的目前当年就是被王大勇侵犯之后,被迫生下了王小智。 随着这件事情曝光,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开始站了出来,后来王大勇也因此直接被判了死刑。 因为在之前,他还残忍地杀害过一个女孩。 王大勇被判处死刑之后,王小智的亲生母亲过来把小智接走了。 王小智的目前为了表示感谢,还特意赠送了十万现金表示感谢, 同时嘱咐我一定要认真把大学上完,将来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 至于小智,将来就把我当成她的姐姐。 我只知道,小智被她母亲接走的那天,她依依不舍, 看到我的时候还伤心地落泪了。 后来,我跟李莎莎就直接用姐妹相称了, 我也原谅了我的亲生父亲唐志国。 之后,我就回到了大学里面准备继续完成我的学业, 准备开启我全新的人生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是本期主播文哲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点赞、转发、订阅。 又是怎么回事 。 这样子,